藍是國民黨 然後綠是民進黨 白應該是民眾黨 沒有耶 因為看誰做得好 我們就會比較支持誰 國民黨整合柯文哲 應該我覺得不太機會不大 柯文哲比較變得是 哪邊有政治利益 他就往哪邊靠 國民黨 民進黨 白色我不知道 國民黨在2024 想要整合柯文哲去選 你覺得這個有可能嗎 就是他們有可能整合柯文哲嗎 有難度 白色我不知道 藍色 綠色 我知道 我蠻喜歡柯文哲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蠻好笑的 對對對 但是其實我對他們的政見 不是說非常了解 藍色 柯文哲進藍色嗎 柯文哲是白色 對啊 那他這樣子怎麼進去 藍色應該是國民黨吧 那綠色應該民進黨吧 然後白色應該是 白色是哪一個啊 那國民黨在2024 想要整合柯文哲去選 你覺得這個有可能嗎 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政長之間 他們自己的利益關係啦 對啊 應該也不太可能 誰會讓誰 藍色就國民黨 綠色就民進黨 然後白色就是 哇 突然忘記那個叫 民眾黨 我自己是傾向民眾黨 都覺得民進黨跟國民黨 好像慢慢有一點腐敗腐化的感覺 然後比較喜歡 目前民眾黨的一些理念 我是上海人 政黨啊 我是比較喜歡大陸跟台灣統一這種 這個政黨 好像有台獨的吧 是民進黨是嗎 我肯定是喜歡大陸跟台灣統一嘛 因為我們大陸人也很喜歡台灣人 就是想主國統一的 國民黨 綠色民進黨 白色民眾黨 如果他們的兩黨之間的利益 都有協商成功的話 應該有機會 藍色國民黨 綠色民進黨 白色是 民眾黨 對對對 柯文哲他們 那你們自己有比較傾向於哪個政黨嗎 呃 沒有 你們是國民黨在2024 想要整合柯文哲去選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有一點點可能 有可能吧 藍色國民黨 綠色民進黨 白色民眾黨 對對對 那你自己有比較偏向於哪個政黨嗎 沒有 誰做的好就是聽誰啊 藍綠沒有差 國民黨是藍色 民進黨是綠色 白色是 台灣民眾黨 我會認同 各個政黨的部分 政治理念 但沒有比較偏向某個政黨 如果他要整合的話 我想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什麼樣子的政見 那我們能不能買單 這才是重要的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電 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購出人物 CTI444 CTI555 CTI455 CTI453 公民 CTI456 公民 CTI455 谢谢大家